中度颱風彩虹來襲 警消人員宣導車與防災室 立刻進行防災宣導 並且啟動禮林災前預防工作 應變小組分配任務 進行液淹水路段巡檢 並且提供禮民領取沙包 我們的收縱人員 發現一名受困的患者 消防人員前往該指定區域 進行全地的台蛙搶救 颱風增強為強烈颱風 造成土石崩落 里長通報災情 消防隊立刻抵達現場進行搜救 順利救出傷患送醫治療 透過各單位的橫向聯繫 第一時間反映災情 讓災害降到最低 內務區有四條潛式溪流 有三個保全住戶區塊 分別坐落在我們的畢山里 金瑞里 還有我們的港華里 那我們是每年都輪流到 三個地方去做演練 演練的目的 就只要是要讓民眾保全戶 他知道說他是保全戶 還有第二個他要知道說 萬一海鴻來的時候 他要怎麼去治救 還是要怎麼去求救 那第三個也要讓我們所有的 參員單位能夠知道說 災害來的時候 我們要去怎麼去 大家協調合作 能夠把災情 減到最低 盡快的保護我們的市民的朋友的生命財產安全 演練項目還包含災後復原道路搶通 以及任性社區災害應變小組 跨離支援抽水機具等 並且模擬各種疏散狀況 包括協助弱勢居民和語言不通的新移民人士進行疏散 勸導拒絕疏散的民眾撤離 以及協助居家檢疫 且有發燒症狀的民眾就醫 另外也邀請區域內的團體 及學校參觀演練過程 增加社區民眾對防災的認識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 在哪個地方演練 把周遭的小朋友 邀他們來一起參觀 從小能夠教育他們 防災自救的觀念 那我們每次演習 每年都會邀請當地的學校 還有一些團體 像我們這次也有金融發展中心 因為有時候我們碰到災戶 也有可能家裡面有一些是失能 還是說行動不方便的一些長者 那我們也是需要讓他們來參觀之後 才知道說 反正有求救的單位要怎麼打 還是打到我們的應變中心 還是他自己要怎麼先做 自己的自救的處理 歷時將近一小時的防災演練 動員了轄區內消防警察 以及禮辦公處等人員參與 區公所希望透過防災演練 讓各單位隨時保持警覺 做好災害應變的準備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都有其他的 任何後 找入矩內